哈喽,各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到我的频道啦 那么呢,今天呢,是这个年十一嘛,对不对 so我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个每月一报啦 那么呢,相信大家呢,在这个过完年之后呢 也希望呢,在哪一年里面呢,每一个月都能够过得顺顺利利的啦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呢,祝国拉还是要恭祝大家 新的一年里面呢,世事顺利,望世大吉,还有就是财源管境啦 好,那么你们还没订个我们频道的话呢,记得要订个我们频道 还有打开小名单,我们接下去呢,每一个月呢,都会有每月一报 关于这个十二生肖呢,每一个月的这个运程的啦 好,那么走,我们一起看看一下,到底呢,接下去呢 这个农历正月哦,这个十二生肖呢,的运势到底是如何的啦 好,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呢,就是属属的朋友们哦 从这个二月四号开始呢,到这个三月五号的这个运势啦 那么进入这个2020年呢,耿子年哦,属属的朋友们 你们的正月哦,这个运势呢,并不是很乐观哦 那么在工作这一方面呢,会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哦 比如呢,领导的批评哦,还有这个顾客的这个刁难哦 等等之类这样的事情 这样子的情况呢,会使得属属的朋友们呢,你们会有心力交税的这个情形出现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属属的朋友们呢 你们必须呢,把你们这个乐观的精神哦,发挥到极致 以这个积极的心态呢,去面对各种的这个考验的啦 那么在与此同时呢,除了四月印哦,不太乐观之外呢 在这个感情运上面呢,也会有诸多的波折 比如呢,这个争吵哦,还有这个背叛等等之类这样子的事情 勉强的感情呢,并不幸福的啦 无论呢,属属的朋友们呢,你们有多珍惜对方哦 在试诞的时候呢,还是要懂得学会去放手的哦 那么本月呢,属属的朋友们呢,你们的机场范围呢 就是这个正希位,还有这个西北位的啦 可以给属属的朋友们,你们的这个本月的心意元色呢 是这个竹青色,还有这个紫檀色的哦 如果想要走跑运啊,或者是化解了一些恶运来讲的话呢 以上呢,这些建议的啊,属属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去套用它哦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只生效呢 就是属牛的朋友们 那么属牛的朋友们,你们在这个2020年正月的时候的运势呢 可以说呢,是好坏参半的啦 有得亦有失 工作方面呢,尽管都会遇到一些的阻碍 但是呢,就无需太过去当心 因为呢,都能够意义的去得到解决的 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属牛的朋友们 你们唯一要注意的呢,就是必须要多去与同事之间去沟通 交流哦,如果太过默默无闻的话呢 会让自己呢,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呢,失去这个存在感的啦 那么在这个正月呢,属牛的朋友们 你们的财运呢,基本上呢,还是不错的 但是这样的情形之下呢,要记得啊,切磨贪财 尤其是呢,热衷于投资的属牛的朋友们啊 切磨呢,听到这个小道的消息呢 而大量的去投资 这样子的话呢,反而会让你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啦 正月呢,属牛的朋友们,你们的这个吉祥方位呢 是正东还有这个正西的哦 凡事呢,如果有什么要出门啊 或者是说,哎,如果说你想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可以参考一下看看可不可以由正东或者是正西 这两个吉祥方位去触发 那么做事情呢,自然就会更顺的啦 那么本月的属牛的朋友们,你们的新颜色呢 是这个葱绿色,还有这个玄青色的啦 那么大家呢,可以上网找一下,哎,大概这个葱绿色 还有这个玄青色呢,到底是怎么样的青 那么在什么方面你们可以去运用的 都可以去运用这两个颜色啦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属虎的朋友们 你们在这个2020年正月的这个运势啦 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在正月属虎的朋友们 你们的运势呢,还算是稳定的哦 但是在这个正月的时候呢,属虎的朋友们 你们在工作上面来讲的话 基本上还会遇到一定的这个麻烦以及这个阻碍 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呢 这样呢,对这个属虎的朋友们 你们的自信心哦,这个打击的程度呢 也会造就到你们损失了你们的这个自信心 那么在这里呢,要提醒属虎的朋友们哦 如果在这个能力有限的这个情况之下哦 要认清楚哦,理想以及现实之间的这个差距的 必须脚踏实地的工作 那么在感情这一方面,属虎的朋友们呢 基本上都是生活的蛮融洽的,蛮和谐的 但是呢,有时候呢,属虎的朋友们呢 你们会把工作上面的这个情绪呢 带到这个感情上面的啦 所以这里要提醒属虎的朋友们呢 务必要克制好自己的这个脾气 以免呢,让两人的感情呢,出现这个裂痕哦 那么本业呢,属虎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吉祥方位呢 就是在于这个东北还有这个西北的位置啦 本月的新颜色给属虎的朋友们 是这个薰紫色,还有这个土环色的哦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属虎的朋友们哦 你们的这个正月的这个运势啦 那么呢,可以说上市呢,非常的糟糕 尤其是在这个事业,还有这个感情运哦 可以说是一跌再跌的这个情形啦 状况,场不能堵 那么在工作上面来讲的话呢 属虎的朋友们,你们常常呢 在提出这个方案,还有这个意见的时候呢 很容易呢,领导呢,会对你产生这个否定的这个情形 还有来自同事的这个打击的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要提起属虎的朋友们哦 如果你们想要给予表现自己的话呢 建议先沉下心来 让自己充一充电,提升下自己更多的能力 这样子的话呢,在你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 还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 自然能够更进一步,更辅贴领导 或者是说,可以压迫同事对你的这个打击的态度啦 那么在感情方面,属虎的朋友们呢 要小心的话,去预防有第三者的差足的这个情形出现 那么这样子的情形出现来讲的话呢 自然会导致到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分离 那么在这里要建议属虎的朋友们哦 在不管任何的情况,感情也好,事业也好 如果你想哭的话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好 都要去把它给哭出来 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帮助到你们 示范你们的负能量,示范你们的压力 示范你们生活上面 所遭受的这个不幸的这个磁场啦 那么本月呢,属虎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一个吉祥的位置呢 是这个正南还有这个东南味的哦 凡事不凡呢,如果有不顺心的时候 或者是很不舒服的时候 很生气的哦,情绪不好的时候呢 可以往正南或者是东南味的方位啊 可能有餐厅,或者是说有一些的娱乐场所呢 可以去那一个方位,往往上一上心 也许你的好运就来咯 那么本月呢,给属兔朋友们的 你们这个幸运颜色呢 就是这个阳红色 还有这个方木色的啦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属龙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正月运势 那么呢,属龙的朋友们 目前为止呢,从前面到现在呢 到属龙呢,是属于 比较好的一个生肖的运势哦 那么在这个正月的时候呢 属龙的朋友们,你们的运势呢 是比较旺盛的 为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呢 开了一个好头哦 那么在工作上面呢 属龙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得到同事 可以得到朋友 可以得到身边人的帮助呢 把领导交给你的任务 还有这个事情呢 都可以超额度的完成它 那么在于财运方面 属龙的朋友们呢 要恭喜你们啦 不管是在正财 或者是在偏财方面呢 都有非常不错的这个进战哦 而且呢,还有机会呢 得到一笔额外的偏财哦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也是要恭喜属龙的朋友们哦 你们由于自身本身独特的魅力 或者是你们用自身的这个魅力的话呢 都能够为自己吸引来 条件不错的异性朋友哦 如果能好好地把握机会哦 能够与其中一个 你在身边出现的这个 条件不错的好异性朋友呢 可以成为情侣哦 成功地让你摆脱当身 当然这样的情形呢 如果说你是以后 或者是有另外一半的话呢 就要懂得如何去抑制一些 不必要的这个桃花啦 否则好桃花就会变成烂桃花咯 那么本月的吉祥方位呢 属龙的朋友们呢 是属于这个正西 还有这个西北位的哦 那么本月呢 属龙的朋友们里面的幸运颜色呢 是这个粉红色 还有这个丁香色 那么在于粉红色这一块呢 其实呢是也可以招桃花的 所以属龙的朋友们 如果你今天还是当身 你想要在这个月里面呢 可能找到你的另外一半呢 那么就可以建议你们 穿多一点粉红色的衣服 或者是用多一些粉红色的物品的啦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小龙 也就是所谓的属蛇的这个生肖啦 那么呢 基于龙的运势呢 是非常的旺盛 但是属蛇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运势呢 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但是呢是属于中上罢了啦 但是如果可以好好的利用 也是会为自己带来好运咯 那么这样子的情形呢 虽然说是属于中上 但是在这个生活 在这个事业上面来讲的话呢 还是会为你带来不少的这个烦恼 那么在工作上面呢 属蛇的朋友们呢 你们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 得到这个领导们的这个重用 但这样子的情形呢 也会很容易遭到人家的眼红 也就是会遭到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同事的这个忌妒啦 所以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有好必有一坏 所以呢 要经济属蛇的朋友们呢 要学会低调啦 但是由于这个运势呢 是属于中上 所以说在生活上面来讲的话 会看到比较多的这个阻碍以及麻烦 那么在这个正月的时候呢 属蛇的朋友们呢 你们就很容易在生活上面呢 被很多的问题呢 给打击 打到自己感觉有一点 体无王夫这样子的情形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建议属蛇的朋友们呢 你们要把你们的这个强大的心态 还有这个积极的精神呢 发挥出来 这样子呢 就可以让你们呢 在卫生国上面呢 打出一个好的基础 还有面对各种不同的这个困难的啦 那么本院呢 属蛇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吉祥方位呢 是在这个正北 还有这个西北方的啦 那么本院呢 新的颜色呢 是这个眉红色 还有这个玄青色的啦 所以说呢 衣服上面 或者是说 配饰上面 或者是说 电话壳 还有一些的物品呢 都可以用上这几样的颜色 为自己呢 在正月呢 开一开运的喔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属马的朋友们 那么由于呢 属马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这个2020年 是属于冲泰税 所以说呢 属马的运势呢 并不能为你们在正月 也就是新的一年里面的第一个月呢 带来一个好的开头啦 由于受到这个冲泰税的影响 所以属马的朋友们 你们不管在这个事业啊 感情啊 还有这个财运啊 还有这个家庭上面来讲的话呢 都有下滑的这个迹象 那么属马的朋友们呢 由于这个冲泰税的情形 那么你们在这个工作上面呢 常常呢 会受到这个领导的批评 同事的这个奚落 这样子的情况呢 会严重的打击了这个 属马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自信心 那么在这个财运方面喔 有这个下滑迹象 所以这里呢 要提醒属马的朋友们 你们要小心丢失钱包啊 还有手机啊之类 这样子的物品 这个财物 那么还有呢 就是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本身有玩投资的话呢 就要小心一些 否则的话呢 就有赔本的这个现象啦 那么呢 整个月来讲的话呢 可以说是负收入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要提醒属马的朋友们 能够尽量不花钱 能够尽量守钱的话呢 就要尽量去做到这一点的啦 那么另外呢 在这里呢 要提醒属马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这个农历正月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遭到这个烂桃花 无论你是已婚或者是当生 或者是在恋爱中的朋友们呢 都要小心这个烂桃花 否则的话呢 就很容易让你们陷入这个感情的漩涡之中 还有这个感情的这个危机啦 那么本月呢 属马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吉祥方位呢 是正西还有这个西北位 不妨呢 可以去这些地方呢 去透一透气的啦 那么在本月呢 给属马你们呢 这个幸运元色呢 就是这个竹青色 还有这个品红色的啦 好了 那么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2020年呢 属羊的朋友们 你们在正月的这个运势啦 可以说呢 并不太顺利 尤其是在这个事业 还有感情运上面 可以简单的称为就是说 在这两个运势上面呢 你会遭受很多的阻碍 工作上面呢 属羊的朋友们呢 你们会处处碰壁 遭受到不少的这个挫折 事业发展方面呢 并不是太乐观的哦 那么呢 如果说今天呢 你是有想要创业的属羊朋友们 有这个念头的话呢 建议呢 在这个月呢 不宜去实践你的这个想法 建议你可以呢 推迟一些呢 去实行你这个创业的这个想法啦 务必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后级薄发哦 那么你才去执行你这个创业的这个想法 那么感情运方面呢 在这个月哦 属羊的朋友们呢 基本上是比较差 再加上平常呢 属羊的朋友们呢 都会比较低调 那么由于这个异性远差哦 所以说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对于属羊的朋友们 你们想要摆脱当身呢 基本上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哦 那么本业呢 属羊的朋友们 你们的吉祥范位呢 是在这个东北 还有这个西北位的哦 那么本业呢 属羊的朋友们 你们的幸运颜色呢 是这个象牙白 还有这个油绿色的哦 如果说你们想要提升一下自己的运势哦 不凡呢 可以用上以上的两个颜色啦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属羊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正月运势啦 基本上还是算理想的哦 无论是在事业呢 还是在感情上面呢 都呈现出一派 欣欣向荣的这个气象 那么在工作上面呢 属羊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本月呢 是可以把你们的才华 发挥到零零尽知的哦 就算呢 属羊的朋友们 你们在这个月里面呢 发生了一些的突发状况呢 你们也能够完美 还有这个妥善的去解决掉这些麻烦的事情啦 与同事相处呢 也可以谈得上是十分和谐的哦 那么在感情上呢 属羊的朋友们呢 你们与你们的另外一帮恋人呢 也会极少发生争吵 两人之间的默契呢 也会越来越深刻的哦 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 都可以相互相助 这样子的这个情形 那么甜蜜度感情度 自然呢都是上升值的哦 那么本月呢 给属猴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吉祥范味呢 就是这个正东 还有这个东南味啦 那么本月呢 属猴的朋友们 你们的性欲颜色呢 是这个豆绿色 还有这个蔚蓝色 那么大家如果不清楚 这个颜色到底是什么样的颜色呢 可以上网查一查看 那么如果可以去用它 那么自然就是可以为你们 添上性欲加分哦 好那么接下来呢 属猴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进入这个2020年的正月的时候呢 无论是在这个财运啊 四月运啊 感情运啊 还是这个健康运方面呢 都会遇到比较多烦恼 还有这个困扰的啦 那么属猴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这个月呢 比较容易因为初心而频频的出错 那么这样子的情形呢 就很容易遭到领导的这个批评 还有领导的质疑啦 所以说呢 要提醒属猴的朋友们 尽量不要让自己呢 犯这么多的错 要多细心细腻一些去处理事情 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由于领导的批评 还有这个质疑的话呢 会对属猴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自信心打击呢 颇为严重 所以说这样子的情形的话呢 也会直接影响了这个属猴朋友 你们在工作上面的这个积极性 同时呢 在这个感情方面呢 属猴的朋友们 你们想要在本月摆脱当生呢 则是无望的哦 缘分尚未到 是这个月属猴的朋友们 你们在感情上的意识 所以说呢 建议属猴的朋友们 你们把这个重心呢 摆放在这个工作上 否则呢 就会影响到 你可能有初心啊 谎生啊 造就更多的 不必要的错误啦 那本月呢 属猴的朋友们呢 你们的吉祥方位呢 是这个正北 还有这个东北位的哦 那么本月呢 属猴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用的颜色呢 可以增加你们的这个幸运呢 就是这个米色 还有海贝色啦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属狗的朋友们 那么在这个农历正月 属狗的朋友们 你们的运势呢 诶 是乐观的这个表现哦 尤其是在这个财运 还有感情运势上面 那么运势的上升幅度呢 也会比较明显的哦 那么属狗的朋友们 你们在财运方面哦 虽然说在这个新年的期间 你们的花费呢 是比较大的 但是从你收到的礼物啊 赠品啊 还有一些的这个 花红上面来说的话呢 其实你的收入呢 还是算是比较大的哦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当生属狗的朋友们呢 诶 这一个月呢 你们的桃花又是极望的哦 能够在各种的这个聚会 酒宴 还有这个应酬之中呢 获得不少的异性朋友的青睐哦 如果说 苏狗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在本月 好好的把握机会 要摆脱当生呢 这个几率呢 是非常的大的啊 那么本月呢 苏狗的朋友们呢 如果可以往这个正西 还有这个西郎班呢 去多活动的话呢 那么你的吉祥指数呢 又会在极限上升哦 那么本月呢 苏狗的朋友们呢 如果要参加宴会 或者是说各种的聚会的时候呢 可以穿上宝廊色 或者是碧绿色的衣服 这样子的话呢 尤其是针对 当生苏狗的朋友们呢 可以为你们带来更好的心理 解释你们想要摆脱当生的 优质异性对象哦 好那么我们就来看今天 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支生效 那么就是 属猪的朋友们啊 那么呢 属猪的朋友们 由于呢是在这个太岁的这个旁边嘛 多少一点呢 都会有运势影响到 都会动荡到属猪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运势 所以说呢 是属于比较不稳定的这个状态 那么基本上呢 会影响到呢 就是这个感情运势 还有这个财运的这个运势方面 波动起伏呢 也会特别的大 那么在感情方面呢 属猪的朋友们呢 经常呢 会与自己另外一半呢 发生这个争吵 还有这个矛盾 但是在与此同时呢 其实两个人呢 都可以很快的和好如初 所以这样子呢 抑郁着 你的感情运势呢 是比较不稳定的 有吵架 可是又可以很快的 哎 和好这样子啦 那么基本上其实呢 也并不是你所想要的这个情形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也会让到你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亲人 会感觉到头痛不已啊 那么在这个财运方面呢 由于受到这个农历新年的影响 所以属猪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这个红包啊 送礼啊 这一方面呢 都会遇到开销很大的这个情形 那么属猪的朋友们呢 你们在这个经过这个新年之后呢 所谓的年后之后呢 可以被誉为呢 是一名穷光蛋 所以在这里来讲的话 要提醒猪猪的朋友们呢 虽然说今天呢 是这个年初十亿了 但在这个期间呢 至少还有四天 能够尽量去消减自己的这个花费 就要让自己去消减这个花费 那么如果接下去这个元宵十五呢 有大家团聚的时候呢 有人建议想要玩一些的 赌博小赌移情的话呢 也尽量不要去参与啦 那么本月呢 属猪的朋友们 你们的这个吉祥位置呢 就是这个阵狼 还有这个西狼位哦 那么本月呢 给属猪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用到的这个 幸运颜色呢 就是这个石流红 还有这个雪青色的啦 好那么以上的影片呢 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打开小铃铛 那么大家记得 一定要去follow我们的Facebook 还有我们的这个Instagram 因为我们同时间呢 会在这三个不同的这个平台呢 去发布这个消息 关于我们的影片上影啦 所以说呢 大家记得一定要follow一下 我们这几个平台啦 那么接下去呢 也会有每月一报 还有呢 我会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关于这个九宫飞君 因为前面呢 我们有讲到这个 九宫飞心的这个影片 那么呢 挂了这个吉祥物品呢 很多人呢 都没有这么容易的去买到 那么卓格拉呢 希望呢 透过呢 一些比较容易买到的 这个圣品啊 或者是一些的 风水摆设品啊 大家可以呢 在为自己呢 借下去的这个 2020年里面呢 都可以过上 更好的一年啦 那么在这里呢 卓格拉要再次公祝大家 蜀联行大运 事事顺利 招财进宝 裁员管进的啦 好 那么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谢谢大家